为什么国内的传统艺术家很难进入web3的加密艺术世界呢 这段时间呢我和几个当代艺术家 白驰的经历发现 他们过有的思想是他们很难对加密艺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总拿着在传统画廊卖画的模式来考虑问题的 无非是将自己的画数字画之后挂在网上卖完 拍拍屁股左人的节奏 我是华晓二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入局加密艺术的正确设施 就像上期聊的某人将冷军的作品做成NFT之后呢 就把原作给烧了 这荒谬的一批 不过这种荒唐的炒作呢还不在于少数 就目前而言混迹于OpenSea的加密艺术家无非有两类 一类就是这种传统艺术家往这种web3的方向走的 另外一类呢就是原生的加密艺术家 你就比如这个帕克啦 Beeple啦 XCobie啦 还有疯狗琼斯等人 从发展的形式来看呢 原生的加密艺术家搞的NFT作品呢 基本上是吊打传统艺术家搞的这种加密艺术作品 实属这种降位打击 就举一个例子 帕克搞的这个Murge这个项目呢 就是一个大球吞噬小球的模式 合并的球是越来越大 后期呢 它的价值也是越来越大 看似简单 但这是加密艺术作品互动性的一次尝试 帕克呢 还有一个就是拯救阿桑奇的项目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NFT作品呢 本身就是一行文字和一个半同名的黑色黑块 样式呢 是帕克设计的 文字是用户自己敲的 对应的每个NFT呢 都是用户自己创造的 这就符合了web3共创共制的理念 在2022年3月份的时候呢 帕克又推出了一个ASH 就是组织了一批这种 搞加密艺术的老炮组成的项目 同时也发行了自己的代币ASH 项目增加了很好的玩法 就是你销毁了自己的NFT作品 可以获取ASH 并且加入了这种递减这种算法模型 不过这个项目在发射的时候呢 合约出了问题 导致部分用户是损失惨重 不过帕克毕竟是帕克 承担了用户Gasfit的所有的损失 反观国内的传统艺术家 看到了NFT对传统艺术的影响 就试图通过自己的艺术符号 来再次升级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 这有着老酒装新瓶的意思 忽略了加密艺术的扩展性 互动性和这种社会群体的实验性 NFT本身呢是一个项目 而不是一个单单的作品 不是说你这种项目发射完了 就可以走人的 而是一个身去工制 作品工创不停迭代的一个过程 这点呢 我们应该向隔壁的日本艺术家 孙上龙学习 同样是搞传统艺术和商业艺术的 他对着加密艺术呢 有点谦卑的心态 他第一次发项目也是搞砸了 不过没有关系 整理好思路重新再来 这部剧他在搞到ClonX项目之后呢 他又搞了一个PASCA的 Floors Seed的一个项目 他的地板价呢 就叫五个以太坊以上 他就是成功从着Web2 转型到Web3的 加密艺术的当代艺术家了 这个呢 咱们下期可以细细地聊一下 孙上龙的蜕变之路 我是华晓儿 如果你身边有真心想转型Web3的 知名艺术家资源呢 可以联系我 咱们一起来改变当代艺术的贯圈